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因为他知道母亲喜欢吃甜的 所以就用一个篮子装门装甜的 他自己吃酸的 所以这样的孝心感动了这些盗贼 所以就把他放回去 不只放了他 还把这个山寨里面的一些食物都送给他 诸位朋友 假如你是蔡顺 要不要拿 不要 人家诚心诚意怎么办 他说 拜托你啦 孝敬你的母亲 要不要说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要不要 蔡顺听了你们的意见 把这个送的东西拿回去 拿到家里 才刚坐下 突然官府的人来了 这个张三家的米怎么在你们家 李氏家的菜怎么在你们家 来把他抓起来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白口啊 莫变啊 所以 孔夫子说 君子有九思啊 这个九思就是 你遇到很多情况啊 如何反省 如何关照 其中有一个叫 见得 失意啊 当你要获得任何东西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到 他的来路 是否 是清白 是正常的 所以这一些山寨里面的东西 都怎么来了 抢来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绝对 不能拿 所以诸位 朋友 你听了这个蔡顺的故事 印象深不深刻 所以我们讲故事当中 很重要一点 要把其中的道理啊 讲给孩子听 这样才能理事 圆融 去搭配 假如你只是讲事情 讲完了 你的孩子都会说 哦 我听过了 假如你呢 不讲故事 只给他讲道理 他听没有五分钟说 哦 妈 我想睡觉了 所以里根是搭配好 听话的人就觉得 诶 格外的 有收获 不管你是老师 还是家长 都可以运用这个 讲故事当中啊 融入一些道理 一些生活的提醒跟启发 我们告诉孩子这些故事啊 就说你看 以前的孝子啊 第一个念头 都是想到啊 给父母 诸位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 一问哦 他们都想半天 有几个比较有良心的 比较想得起来 很多都想不起来 我看他们那种酒矿 我就说 那妈妈知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他们马上 露出灿烂的微笑 当然知道 还可以讲好几样 接着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看 妈妈都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你却不知道 妈妈喜欢吃什么 这样公不公平 你看妈妈这么爱你 你居然都不爱护妈妈 所以今天回去 有什么作业 要清楚妈妈喜欢吃什么 这样你才能做到 亲所好 立位居 所以以后出去买东西 不是先买自己喜欢吃的 要效法圣贤人 物质报物质气 圣与贤可寻致 我们以他为榜样 先买妈妈喜欢吃的 先买爸爸喜欢吃的 好 那父母啊 其实都非常关怀我们的健康状况 那一个人要健康啊 必须要身心调和 那中国话又说 祸从口出啊 病从口入 所以吃东西要额外注意 不然现在啊 一大堆文明病产生了 诸位朋友 你有没有把握呢 不会得文明病 你们怎么都没人举手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 正确的知识 才可以给你信心 所以你也不要担心 如何让自己啊 吃得健康 这一个知识啊 已经有很多人啊 投入他几十年的人生啊 在那里研究了 你要不要从头开始读 要不要 不需要 所以我常说啊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可以看得更远 诸位朋友 谁是巨人 我们要教导孩子 智慧 那孔夫子 孟夫子 就是巨人啊 您可以啊 直接把他的 智慧经验啊 学过来 比方说在健康方面 谁是巨人 您可以到书局去看看 哪一些书特别 谈健康啊 特别畅销 你就可以啊 去跟他学习 我刚好啊 在很多年前啊 拜读了雷九南博士的身心灵 全体健康 所以其中有提到啊 少吃肉 多吃菜 这样才会健康 好 那为什么要少吃肉 我们就要去了解 现在人啊 身体不健康 是营养不良 还是营养过剩 都过剩 但是你看哦 明明是营养过剩 但是人的脑子里都停留在什么 有没有发现 人好像都慢半排 都还是停留在怕这个不够 怕那个不够 你看我们所怕的啊 很少遇到啊 发生的 你看现在孩子要找到营养不良的 还不容易 你还必须坐飞机到非洲去找 台湾还真找不到 找到的都是 寒暑假还开减肥班 是不是 在那里跳 跳半天 然后呢 这个孩子心里面想 我只要撑过今天 明天就可以去吃麦当劳 这解有没有用 不从根本下手 在那里流汗 他肚子越饿 所以啊 现在的问题 不在营养不良 而在营养过剩 所以其实啊 人所需要的蛋白质 不是很多 一般人觉得啊 肉有高蛋白 其实啊 蛋白质吃太多啊 会损害肝脏 损害肾脏 一个人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 是40克到60克 就够了 其实植物里面的蛋白质啊 不比动物少 我们说花生啊 淮山啊 海带啊 这一些食物啊 都含有很好的蛋白质 当我们的蛋白质过剩啊 你的身体就会呈现酸性 那有一句话叫 酸性的体质啊 是慢性病的根源 温床 为什么 我们设想一下 假如你的身体很酸 把你所有的内脏都泡在里面 你半夜有没有听到 你的肝脏说 我快窒息了 还是你的胃说 我快受不了了 你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听到 没有 你当主人的 怎么这么不负责呢 这些内脏啊 长期泡在酸性的环境里面啊 很容易啊 功能衰退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 慢性病啊 越来越早报到 我还曾经听过 18岁的孩子中风死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早的 这是我好几年前听的 所以你看慢性病都一直提早 因为啊 人吃的食物 错了 不只是内脏啊 容易衰竭 现在还有一种病也很厉害 叫做骨质疏松症 听说这一个症状啊 是往后啊 十大死因 后来居上的一个 为什么 当你骨质疏松很严重啊 有时候打一个喷嚏会怎么样 骨头 你们不要被我吓到了 这个也不是我讲的 是报道说的 你看那个 我们有常常说啊 老人最怕什么 摔啊 因为一摔呢 可能骨头碎了 就站不起来 现在不是老人摔了会碎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撤啊 像我去撤的时候 那个测试的人脸色也不大好看 你勉强及格啦 我们可不能三四十岁去测 测成八十岁的骨头 那就麻烦 那为什么酸性体质会造成骨质疏松 因为人体是一个很大的化学工厂 所以他要维持他的酸碱平衡 那因为你身体里面都是酸 身体会受不了 所以他必须把碱的东西拿出来综合 而人体里面啊 最大的碱就是钙质 那哪里是钙质的仓库啊 你的骨头 所以一天一点一滴就开始 胜出来 久了之后啊 就会骨质疏松 所以食物要均衡 所以肉类里面含有太高的蛋白质 不可以吃太多 再来 不只是蛋白质会过高 食物里面啊 还有有形独树 跟无形的独树 什么是有形独树 我们看看 现在的鸡啊 养多久就好了 要这么久吗 差不多五六个礼拜 以前要养多久 半年 真是科技发达 有没有 但是为什么能够养那么快 中国人常说要道法自然 这个都是不随顺自然养出来的 所以必须打什么 生长激素 抗生素 打一大堆东西 而这些药物啊 最后到谁的肚子里 对 所以我记得啊 当时候我还没吃素 吃那个鸡块一打开来 看到游游的一团 那个是什么 那是荷蒙啊 所以现在 小女孩的月经啊 越来越早啊 有的还没到十岁月经就来了 月经来得越早 她的寿命啊 越短 所以这一些食物啊 都在残害我们下一代啊 我们当父母的 不能不谨慎 然后自己的身体啊 也不得不 小心啊 去爱护 除了这一些有形的 独树之外 还有无形的 我们设想一下 食物被宰杀的时候 他的情绪啊 一定非常 恐惧 非常 非常 愤怒 我们自己啊 可以思考一下 你发一次脾气啊 要多少天才能脾气啊 为什么 你有没有看过 发完脾气之后 神经气爽的人 没有吧 因为发了脾气啊 你的肾上腺素 很多 那个腺体分泌啊 产生大量的毒啊 所以你就会全身 污吏 所以动物在被宰杀 那时候啊 全身愤怒啊 就分泌很多的毒素 所以吃肉啊 里面含有很多 不好的东西 所以才会 现在的文明病啊 一大堆 不只吃肉 对身体有危害 大量饲养这些 给人类吃的深处啊 对我们 整个地球啊 有很大的 危害 什么危害呢 很多朋友说 你怎么讲的 这么复杂 我怎么从来没想过 其实啊 整个地球啊 绝对是一个 生命 共同体 牵一法 动全身 宁可不要小看 你每天吃的东西啊 它在影响 整个地球的 纯 王啊 所以因为人类啊 大量的肉食 所以必须砍掉 很多原始 森林 来种这些 麦子 这些 古类 好 原始 原始 森林 砍掉了 造成什么影响 土石流啊 很多的这个土壤都松掉了 再来 原始 森林啊 是地球的什么 肺啊 就好像人体的肺啊 在帮你 过滤很多 脏空气啊 所以当原始森林越来越小 越少 整个地球的空气品质 就越来越差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天气 现在会这么不稳定 连墨西哥都下雪 墨西哥是什么 是热带地方的 都下雪 非常的气温异常 在现在的名词 叫做 温室 效应 我们以前都把温室效应 背起来 为什么会造成温室效应 来自于啊 人类排放很多 废气 还有因为地球的肺啊 一点一滴被 割掉了 所以其实啊 那一些种给古类吃的 这些 种给畜生吃的这些古类啊 拿来给人类吃 绝对都不会有人饿死 所以除了 对空气有影响 对土壤 对水源啊 也有直接影响 因为养了这么多的动物啊 他们会大量排放什么 粪便啊 所以这些粪便就污染土壤 污染水源 所以其实人类啊 可以过得比较轻松 比较干净 只要我们啊 只要我们啊 懂得选择 对自己 对环境 有利的 饮食 习惯 那其实我们做环保啊 就在每一天当中 在落实了 这种智力啊 又能够利他 和乐而不为 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 也很有使命感 也是为了地球的健康 好 所以当我们有正确的知识 才能真正把身体养好 就能做到 亲所好 地畏惧 下一句 亲所悟 解畏惧 父母不希望我们有的坏习惯 我们应该啊 赶快呢 把它去掉 或者呢 你交了一些朋友啊 父母每天都很担心 那你应该啊 有所取舍 因为啊 朋友对我们的影响 特别大 所以诸位 家长 你担不担心 以后孩子会交到不好的朋友 担不担心 担心有没有用 要怎么办 要提升孩子 对人的判断能力 他才知道啊 亲近善良的人 他才知道啊 远离二友 叫敬而远之 而且他敬而远之的时候呢 他也会知道 我好好啊 把自己 严好 去感动 这些朋友 那如何让他对朋友 懂得去抉择 其实啊 我们已经在学了 一个人有没有德行 从那里看 孝道 所以一个人 值不值得交往 你只要判断 弟子龟啊 他做到多少 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说 弟子龟啊 叫造妖境 你要选朋友 还是要选 选配偶 造一下 马上就知道 可不可以 所以弟子龟是造妖境 弟子龟也是显慎境 你可以看出来 哇 这个朋友做到很多 这样的朋友 你要终身相交 好 那亲所悟 我们就从啊 习惯来谈 有三个犯人 同时进了一间监狱 那刚好典狱长 也很仁慈 看他们已经犯错了 也对他们呢 用试色法 给他们多请客啊 多送礼 就跟他们说 你们三个呢 一进去要关三年 你们有什么愿望啊 我做得到的呢 就帮忙你们 第一个啊 是一个美国人 他连想都没想 他说 给我一包烟 典狱长说 好 没问题 拿给他呢 就关进去了 第二个啊 是一个意大利人 各位朋友 意大利人给你什么印象 什么印象 你们都没有认识意大利人 很艺术 很浪漫 是不是 讲那么好听 用中国话讲 叫好色 好 他一想就说 我要一个女人 第一张说 好 我还做得到 就把他关进去 第三个啊 是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啊 很会做声音 他就说 我人生已经跌倒了 应该啊 好好记取教训 所以你可不可以 给我一支通往 外面的电话 他说好 没有问题 就送给他一次电话 三年以后啊 这三个犯人的门打开了 第一个美国人的门 一打开 他冲出来 火柴呢 火柴呢 我的火柴呢 他在三年里 你在想什么 每天在那里发抖 哎呀 怎么忘记要火柴 好 他三年的时光 耗在哪 耗在他这一个 坏习惯 主位朋友 一个人假如养成坏习惯啊 他这一生 不能主宰自己啊 都被坏习惯 牵着走啊 这样的人多不多 多啊 如何让一个人 一生啊 不会被这些坏习惯 牵着走 从小啊 教好啊 从小有志向啊 不会玩物上志啊 好 这个美国人呢 有这个抽烟的坏习惯 这个不抽烟就很难受 那我们不要笑美国人 其实我们也有可能啊 有一些坏习惯 每天不做很痛苦 哪一些事啊 比方说看连续剧 每一次看完就说 怎么演得这么无聊 真乱来 隔天还是乖乖的坐在那里 看的都是别人的人生 每天耗了那么多时间 每天耗了那么多时间 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帮助 哇 一天一天过啊 人生该做的事不做 想做的时候 可能就啊 都没机会了 所以孔老夫子 站在河川的上面 讲了一句话 子在川上 曰 事者如师傅 不舍昼夜 你看人家孔夫子 看到流水 马上想到 时间就像这个流水一样 一去啊 不回啦 所以我们也不能让 我们的生命啊 白白的 耗在这些 对自己无意的 事情 上面 好 第二个 这个物啊 我们刚刚讲的 抽烟不好 第二个 他的坏习惯是什么 好色 我曾经跟中学生讲 他们 我就说 好色啊 是很不好的习惯 你们可不可以体会 他们说可以 因为啊 色自头上啊 你看中国造智厉不厉害 厉害啊 色自头上一把刀 这一把刀会怎么样 会毁了你的 人生 会毁了一个 家庭的 幸福 更有可能 毁了一个 国家的 心衰 有没有 你看 唐朝时代 唐玄宗 还没遇到 杨贵妃的时候 她是 开源 这治啊 还 很尽心尽力 治理 国家 遇到杨贵妃之后 变成什么 安死 之乱啊 所以 诸位朋友 唐朝的 衰败 谁要负最大的责任 谁啊 男人都说杨贵妃 女人都说唐玄宗 不过真理还是只有一个 社不迷人 所以根本还在唐玄宗 是不是 那假如唐太宗在的时候 杨贵妃来 可能也没什么 作用 因为 她念念 以江山 社稷 为重 所以人生呢 遇到很多的问题 不能把责任推出去 要怎么样 反省自己 这才是真正的 原因 所在 所以这个意大利人 好色 他的门一打开啊 他人还没走出来 已经听到很多 什么声音 小孩子的声音 很多这些中学生听了 都哈哈大笑 我就问他们 我说意大利人比较惨 还是美国人比较惨 意大利人惨 美国人惨 都很惨 是吧 他们说 意大利人更惨 这个讲话 是一个女学生 他就说 因为他一出来 不只要打理自己的生活 还要 照顾好多小孩 请问他能照顾吗 能不能 我相信你都可以铁口啊 直断啊 因为他只是 重欲啊 他提不起他的什么 责任心 所以透过这个故事 我会跟学生讲 找对象 要找什么样的对象 有责任感的 所以我会找一个学生 平常呢 扫地工作不认真 常常不交作业 我就把他叫起来 你给我起来 你不要给我结婚哦 他下来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说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都不能为自己负责 你没有资格结婚 结了婚还害了下一代 还不能照顾自己 不要给我结婚 你这个学生会记多久 虽然我是在骂他 其实是骂给谁听啊 全班都听啊 所以女孩子会留下什么印象 找对象要找有责任心得啊 才能依靠啊 其他的男生也会反省一下 哦 我有没有责任感 所以很多的预防针哦 要提早打 不能等到他们心花怒放的时候 再来打就来不及了 好 所以这是第二个坏习惯 我们要根治 第三个 这个犹太人出来了 恭恭敬敬啊 走到典议长前面啊 给他声声一句功 谢谢你啊 给我这支电话 这三年来啊 我从 透过电话 得到很多外面的讯息 也做了一些投资 所以我现在啊 已经有一笔资产 以后的人生啊 我会好好去走 所以三个人做了 三个不同的抉择 也产生了不同的命运 所以我们绝不希望啊 我们的孩子 因为一些坏的习惯 而让他一生啊 堕落下去 所以你从小啊 就要根治他 这些不好的习惯 还有 有一个习性啊 会害了自己 还会造成家破 人亡 毒 所以假如一个男生 耗赌 绝对不要跟他交往 太危险了 因为赌啊 他无法克制 很可能把家里的财产 甚至于主产啊 都耗进去 那中国圣贤啊 有整理出来啊 人有四个习性啊 要去对峙 叫做交 招 奢 奢 云 亦 亦 骄傲 奢侈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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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面讲 要掌善 还有 救师 骄 骄 骄傲 骄傲不可掌 一骄傲啊 不只自己的学问啊 上不去的 无形当中啊 也断了自己 贵人的 因缘 一个有道德学问的人 喜欢教什么样的人 谦虚嘛 所以你只要傲慢啊 这些人啊 就会自己走了 我很幸运啊 刚好啊 在我 初中的时候 我的老师 是李化老师哦 有一天啊 写了一行字 我从那一天开始 就不敢忘记 他写了 人 不可以有傲气 但是 不能没有 骨气 哇 当他这一句话写出来 仿佛啊 有一道光芒啊 照入了我的心田 因为啊 在深学主义之下 很少能够听到啊 做人的教诲 真是如此 所以这个 给我很深的印象 所以我们也期许自己啊 不可以傲慢 那我在澳洲 学习的时候 刚好啊 遇到很多的长辈 那在学到 世诸父 如是父 世诸兄啊 如是兄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 学了就要做 而且也深刻感受到 为人父母 确实不易 而且 每一位为人父母者 不只对孩子有贡献 他每天啊 也在对这个社会 有所贡献 所以我回到寝室啊 就开始呢 找这些长辈 我说 请问您几年生的 他一讲呢 比我爸爸大 我说 谭伯伯你好 诸位朋友 这个宫举下去 发生什么 化学变化 宫举起来 这一位长者啊 笑得何不容嘴 他说 飞了几万里啊 还收了一个侄子 他很高兴 另外啊 我又继续问 问到一位陈先生 我说 陈叔叔你好 因为他比我爸爸小 突然有一位长者跑过来 他说 我也要 这一位叔叔啊 就是往后啊 影响我生命很深的 卢叔叔 我事后想想啊 这个长辈啊 真是啊 非常爱护我们这些晚辈 他生怕我们啊 没去叫他叔叔呢 还自己跑过来说 我也要 在制造机会啊 给我们这些晚辈啊 所以我也毕恭毕敬 跟他举一个功 陈叔叔你好 这个功啊 举下去以后 我的人生就出现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诸位朋友 礼貌要不要教 要啊 隔天下午啊 卢叔叔叔就把我找过来 坐在客厅的椅子上 他跟我说 他29岁啊 就当总经理了 这个总经理还不是自己给的哦 听说现在一个扛棒掉下来 一个广告掉下来 会砸到好几个总经理 那不是那种总经理 那不是那种总经理 是啊 股东做两排 一一啊 询问他 企业出现什么问题 人事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解决 都是要 真实的 功夫啊 跟经验 所以他就对打如流 就开始啊 从29岁 就当了专业总经理 专门帮人家解决啊 企业的危机 这么有能力的人 我们很难遇到啊 结果很幸运的啊 就因为我们的一个礼貌 让长者觉得 很欣慰 现在年轻人还这么有礼貌 所以他一坐下来 就把他几十年 人生的经验跟智慧 跟我娓娓 道来 我月庭啊 一则以喜啊 一则以忧 忧什么呢 忧自己的眼光太差 不是庐山啊 真面目 因为这个卢叔叔刚好坐我旁边 我都看不出来 不过啊 也从中体会到一个道理 真正有能力的人 越怎么样 劝卑啊 就好像你隔壁家很亲切的叔叔 绝对不会跟你啊 炫耀东 炫耀西的 所以 两个多小时聊下来啊 我的内心很激动 当场啊 我只想做一个动作 做哪个动作 那个时候真的啊 深刻体会到 为什么中国人啊 这么重视 师道 为什么 因为啊 一个老师 确确实实是 无私的 只希望啊 用他的智慧啊 成就你的人生 完全不求你的 回报 哇 那时候体会很深啊 当场啊 就跪下去了 就这个卢叔叔啊 年轻就学柔道 所以动作特别快 马上就把我拉起来 他说 哎呀 死不得啊 我就没有跪成功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每一次呢 我们上完课 这卢叔叔就说 来 我们去散步 来边走呢 他就问我 今天你听地址 听得怎么样 听德意故事 听得怎么样 我会把我的心得啊 告诉他 他就会说 你看得不够深 看得不够广 他就一一啊 分析给我听 所以虽然啊 只相处了两个多月 确确实实啊 给我人生的启示啊 那不是啊 这个两个月 可以算出来的 真的是一生啊 的助理 所以除了这两个月以外啊 后来啊 离开澳洲以后 只要有机会 我都会主动啊 打电话给卢叔叔 他都会非常无私啊 给我很好的建议 给我很好的启发 所以诸位家长 傲啊 不可展 所谓满朝筍啊 千受益 所以啊 一定要掌养孩子的 谦卑态度 第二个 奢 奢侈 一个孩子 假如奢侈啊 那很难转变 因为啊 由奢啊 入检难 有一个书法老师 刚好啊 他的一个学生 家长打电话来 说今天啊 要晚一点才能够来接他的孩子 然后就跟老师说 可不可以啊 他跟孩子吃个晚饭 之后他才来接 这老师答应了 跟着这个小孩啊 小学的小孩 去吃馆子 一进去啊 这个小孩拿起 菜单 然后就说 来 服务员来了 给我两瓶可乐 那服务员就去拿可乐 他就 大摇大摆 开始要点菜 就后来的可乐拿过来 小朋友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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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己点起菜来 这个老师都看傻眼了 好 等他点完了 把他拿过来一看 点的都是啊 很贵的菜 诸位朋友 这个孩子跟谁学的 他父亲是当官的 所以你看 父亲这种 奢华的 行为啊 直接传给谁 儿子 所以诸位家长 我们不要 常常 带孩子 去大吃大喝 他吃这么 豪华吃习惯的 就吃不惯什么 清淡的菜 而且啊 到大馆子去啊 都会看到一些 大人啊 比较不好的 一些行为 所以尽量啊 孩子不要去的场合 不需要去的场合 不要带孩子常去 所以谨慎 不要长孩子的奢华 之气 我的母亲啊 不常化妆 要去一些正式场合啊 才会化一些淡妆 所以我两个姐姐啊 也怎么样 也不大化妆 不过很有意思 不化妆 反而皮肤啊 很好 所以上行啊 下效 所以诸子 自家隔夜里面 有提到 那个 同仆 勿用俊美 妻妾啊 妾记什么 艳妆 所以当太太的 不要 每天擦的 这个花枝招展 出去会怎么样 会有一大堆 苍蝇啊 困扰自己 困扰别人 这不好 有一个 孩子 刚好跟他父母 要一起出去 他妈妈擦得 很漂亮 他儿子就跟他说 妻妾 切记验妆 因为刚好 背完 诸子 自家隔夜 那个夫妻两个 相似而笑 妈妈还 觉得 那个孩子懂道理 他自己还去把妆 稍微弄淡一点 好 所以也不长这些 虚滑之期 再来 银 银一般 世间人 的看法就是 女色 其实不只是女色 会银 这个银是 他陷在某一些 欲望当中 不能自拔 比方说 现在的孩子 一打电丸 一打 上网路 就多久 几个小时 玩物 就上次了 所以 这个玩乐的东西 尽量 也要给他 有所 其次 其实 当一个人 真正感受到 求学问的快乐 当他真正感受到 他身上的使命 他就不会 去把很多时间 耗在这些 跟自己人生 不相关的 事情上 所以与其 我们在那里 一直 叫他 不要干这个 不要干那个 不如 扩宽 他的心量 让他 对人生 有所 志向 然后你带着他 一起 学习 掌养他 好学的 态度 这个很重要 最后一个 意 放意 就是 游手 好闲 所以我们看看 很多的家训 都非常注重 养成孩子 勤劳的 态度 所以 诸子 芝加格言 第一句话 提到 黎明 极其 傻少 停除 要 内外 整洁 季婚 变息 关锁 门户 比 亲自 检点 所以 以前 很多家里面的活 谁干 孩子干 所以 他 劳动 才不会 好意 勿劳 当孩子懂得分担家务 他才能够体会到 做事的人的 辛劳 在哪里 所以我们有提到 喜劳 才会知感恩 所以我们有发现 现在的孩子感恩心 很难起得来 原因在哪 因为他是 茶来 伸手 饭来 张口 有一个小朋友听完之后 他就对我们说 老师 茶来不伸手 饭来不张口 不然怎么吃 真是不知民间疾苦 有一个小孩 他的老师 因为 用地址来教导他们 所以就告诉他们 生日 是母亲的 受难日 所以以前都想蛋糕 现在不一样 就 引导他们 在这个日子 应该要多尽一些心力 让父母 不要那么辛苦 所以有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 她回去了 四年级 回去之后 她就跟她妈妈说 她要炒 盘菜 给妈妈吃 她要炒黄瓜 所以 一进去 因为身高不够 搬了一个椅子 踏上去 再来油倒下去 怎么样 喷起来 她马上 跑去找了一个大手套 怕手被油喷到 带了一个大手套 接着呢 又把黄瓜倒下去 结果油喷得怎么样 更高了 她情急之下 就跑去呢 把她爸爸的安全帽 拿来 戴上去 全副武装 终于啊 汗流浃背 怎么样 把这个菜炒出来 相信啊 她那一盘菜端出来 心里面有没有成长 以后她吃她母亲炒的菜 会不会闲东闲西的 不会啦 她有付出啊 就知道 哎呦 妈妈还要工作 还要煮那么多菜 真不容易 所以洗牢 只干了 你看我们 第一份工作做完 薪水才那么一点点 突然会觉得 钱怎么样 难赚啊 也会感受到说 以前的花钱太凶 真是对不起谁啊 好 人非圣贤 所以现在要节俭 第二个 除了洗脑之感恩啊 孩子因为常动啊 所以非常勤劳 勤快啊 对身体有帮助 而她在做事的过程当中 她的脑筋啊 随时在动 所以常常帮忙 做家事的学生啊 脑筋特别怎么样 灵活 有一些成绩很好 但是在家 啥事都不干的 你派事情给她做 有时候会被她气死 因为她没有经验嘛 我还遇到一个学生是 她只要啥事呢 一定要 她妈妈打电话给我 跟我讲 我就跟她说 你就直接跟老师打就好了 老师讲就好 干嘛还麻烦你妈妈 她都这样头低低的 下次还是叫她妈妈 打电话给我 因为孩子啊 不常去承担事情 面对事都怎么样 很怯怒 其实这个是害了孩子 好 第三呢 劳动啊 会增加一个人的意志力 卢叔叔曾经说啊 他小时候 刚好隔壁家的水缸啊 没水了 他的母亲说 来 去把水缸填满 谁家的水缸啊 邻居家的水缸呢 那个时候已经四点多了 四五点了 而这个提水啊 要到小溪旁啊 所以一来一回 而且还不是扛一次才 就能装满 还要扛两趟 可能啊 这两趟跑下来 都八九点了 要不要扛 他们那一代啊 对父母很尊敬 父母命啊 行物难 所以就去抬 回来都八九点了 才吃着凉掉的饭菜 你舍得吗 舍不舍得 你舍不得哦 就养不出像卢叔叔这样的人才 所以他母亲啊 懂得多帮助别人 顺便啊 磨练他的意志力 他说啊 每一次他面临很大的压力啊 工作压力啊 脑子里面都会浮现一个影像 就是他在扛水的时候 他在想 我快要撑不住了 那假如撑不住呢 留在这里也没办法 还是怎么样 坚持啊 一步一步啊 跨出去 所以他当他面对挑战的时候 他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跨过去 所以劳动啊 会让一个人的意志力啊 不断提升 所以诸位朋友 现在孩子是不是缺乏这些 对啊 所以啊 要赶快啊 让孩子 多做家事 多去 付出 才能长他这一些 好的 德行 好的态度 那今天呢 我们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